在这单元我们要讲的是Excel的进阶操作 高级筛选 以日期区间筛选 那我们看一下结果工作表 我们要的呢 ABCDEF是我们的表格 我们的员工资料 然后我要筛选出到时日 大于1980年1月1号的 到 大小于1999年12月31号的 就是说在这个区间内的 道指员工有哪些人 你看到这边有没有 有哪些人 那这个要怎么去做呢 怎么去做呢 我们用的是进阶筛选 所以我们到范利舟工作表来讲 在这里 我们点 资料里面的进阶 进阶 点了以后我们说将筛选结果复制到其他地方 然后呢 第一个 资料范围 我们要自己干嘛框起来啊 你要把他资料干嘛框起来啊 等于是A1到F40 我的资料范围 然后我的准则范围呢 就最上面这个 H1到I2 I2 然后复制到哪里 就是我要把筛选结果 COPY出来 COPY到哪里呢 我要在H4 这个储存格 然后你要不要选重复的记录 假设你有打勾 就代表 干嘛 重复的记录只留一笔 然后你没打勾的话 但万一假如有重复的记录 那他全部都会保留 都会保留 OK 现在我们按确定了 这次他就把你做出来 有没有 员工姓名艺术单位 部门别 职位 性别 道职日 全部都抓出来 给你看 好吗